在第14届MAHB年度先生盛典上 张一新获得了年度先生奖项 成为时尚先生盛典史上最年轻的年度先生 希望我可以一直不忘初心 脚踏实地谋发展 努力努力再努力 在盛典当晚记者也在后台对他进行了采访 当被问及2018年的小目标时 他的回答让人有些惊讶 原来他的新年小目标是要出第三胎 其实指的是第三章专辑 爱惜娱乐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一新 今天来了很多其他礼優的艺人 你们说特别想合作的 只要大家愿意跟我合作 我一般都是大门敞开 其实我真的都可以 只要大家能够邀约的话 其实对 你平时会关注时尚吗 对你来说是啥 我平时关注我自己穿衣打扮 然后时尚是一种自信 搭配上面有没有一些就是经典之类的 搭配首先要适合自己吧 完了以后去不同的地方 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搭配方式 然后要选择应景的搭配方式 冬天我比较喜欢厚一点的衣服 今天选的这套衣服是一套非常好的衣服 非常帅 完了以后也是根据柯定的场合 然后要挑西服 因为确实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 不能穿太随便 那你冬天会穿秋裤吗 不会穿 但是到外面去很冷的地方 可能会选择穿一下袜子 因为有句老话说 寒从脚下起 就是要注意电视机前的各位 网络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就是要注意脚步的保暖 过去的这一年有很多新的尝试 完了以后做了很多新的音乐 完了以后学到很多新的知识 那可以说是各个领域都在慢慢的摸索 跟努力 然后希望以后张一新给大家带来的 各种各样的作品 都会不负大家的期待和厚爱 然后我会脚踏实地 莫发展的努力 努力再努力的 谢谢大家 知识面来源 知识很多嘛 就是有可能是一些 人际交往的知识也好 然后音乐上的知识也好 然后作曲编曲上的知识也好 就还蛮多知识 然后包括演戏这一块的历练也好 就还真的还蛮蛮多 学到蛮多东西的 在2017年 所以还蛮开心的 所以2018年的小目标是什么呢 2018年的小目标是 可以顺利地出第三胎 所以在意涵方面 现在也有很多新的 其实可以大家多穿点 其实多穿点就好了 我看我爷爷外婆啊 我外公外婆啊 他们就穿得很保暖 几件衣服 像我们这种年轻 就是年轻气盛的这种 年轻一辈就穿得还是比较少一点 爱奇艺娱乐北京报道 爱奇艺乐响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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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